瓦族古村落探寻民族历史,敲响木骨感受民族智慧。 连日来,香港青少年瓦族文化研习活动在云南省林苍市苍原瓦族自治县开展。 来自香港的19名师生将通过专题讲座、参观交流、实地考察、亲身体验等方式感受瓦族丰富的艺术形式和文化生活。 据介绍,苍原是中国仅有的两个瓦族自治县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瓦族聚居地。 活动中,瓦族传统舞蹈、瓦族古村落崩丁、瓦族歌舞、族映斯刚里表演都给香港青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我来说是会议良多,因为我自己也是学跳舞的,除了学跳舞以外, 我还学了他们当地民宿的一些历史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旅行挺有意义的。 然后到学校,有中学,也有大学,也有云南民俗大学,然后去跟他们对话,然后跟他们学习舞蹈,我就觉得非常的难得,就很开心。 在苍原县民族中学,高二学生和香港青少年们均展示了瓦族舞蹈,随后两地青少年三五成群,互相交流舞蹈心得, 短短几十分钟让大家迅速成为了朋友,在离别时互相合影留念,依依不舍。 走的时候,大家都是搂着,都好像写不得分开那种感觉。 这种就是中国文化能够把他们人聚在一起,然后建立这种民族的感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次来交流最想带给香港的朋友,就是说瓦族的一些门俗风情,他们的不一样。 记忆深刻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吧,因为就是比较像我们香港说的用语,就是吃饭的意思。 据悉,此次活动是在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公室香港民政局青少年发展委员会支持下, 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青少年考察活动, 是港澳青少年民族文化研习计划系列活动之一。 研习计划自2010年启动以来,八年时间共有近千名港澳地区学生来到内地, 深入15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研,有效加深同学们对祖国各民族文化的了解, 为两地文化交流搭起桥梁。